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系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5月11日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花博即将到来 而三大展区中的丰园葫芦敦公园 是唯一拥有河川的展区 市府在此打造了一公顷的景观水域 除了储存暴雨 缓解乐道效应之外 还能够作为蜻蜓与龙舟等水上运动场地 这天市府也在此举办了重大工程汇报 讲解已完工的软皮紫锡工程 市长林嘉隆也到场来视察成果 台中市长林嘉隆等人 到花博峰园展区的葫芦敦公园 视察第五区软皮紫锡工程结果 结合邻近的水资源中心 及污水下水道设施 这里每日可处理3000吨截流污水 其中100吨的中水 更可作为园区充测及植栽浇灌使用 而整治后的软皮紫锡 更可当作蜻蜓与龙舟等水上运动场地 间距有解决水患 同时又能够营造清水 然后再加来就是说 配合我们水资源的利用 那在6月2号 这里会端午节的时候 来办这个华龙舟 那这里未来也会成为我们 轻艇选手训练的一个基地 台中的花博 是一个永续发展的建设 而不是办完之后就拆掉的 临时的活动 水车喷洒大量水流 透水铺面迅速吸收 水利局在园区内铺设了 6700平方公尺的生态铺面 高透水率能够避免淹水 保水率还相较于其他铺面材质 高出25% 更可承受30吨重车行驶 另外直载方面园区内将种植 20万株台湾原生桥木 还有大安水缩衣等在地植物 贯彻任性城市这样的一个设计 所以透水铺面 大雨来的时候可以很快的达到排水 又可以平常保水 所以配合旁边的水资源中心 以及这些周边的污水下水道 雨水下水道的一个整治 让它可以有源泉活水 那一方面可以防洪治水 可同时可以保有这些水 那平常就可以利用 市长表示 花博以生态生产生活为精神 而枫园展区正是人文生活的体现 将设置湖心小岛 香草迷宫 藤蔓隧道等地景艺术与设计 共十大亮点 营造焕然一新的水安花都 记得林轩 台湾特朗